认识灵魂 灵魂学入门必修课 09 如何阅读人的解读才更有收获 人的解读这本书我推荐给了很多朋友 我说这回是你人生的一盏起名灯 值得放在枕边实时阅读 我阅读了好几遍 还不时有新的收获 于是我写了八篇文章 以帮助大家理解 这是本什么书呢 这本书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一个人 名字叫爱德加凯西 这是我重磅推荐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见29岁那年爱德加凯西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第二个关键词是一件事 事情是轮回转世 书中核心的内容浓缩成一句话就是 凯西解读中的轮回转世故事 对人生真相的揭示 书是翻译过来的 执意的话就是 《生命多事》 爱德加凯西之灵魂转生的故事 貌似更有吸引力 台湾版的书名也比较贴切 叫《灵魂转生的奥秘》 也抓住了书的核心 大陆版的译作《人的解读》 竟然不用执意 为何 国情原因 你在当当或京东市搜不到任何含有 《轮回转世》字眼的纸质图书的 要知道 我朝信奉的是无神论 我一再跟朋友说 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 真的不容易啊 有人会说了 轮回转世这有啥 不是迷信就是宗教 佛教里不一直说六道轮回吗 不稀奇 也有人会说 凯西是谁 要是那么重要 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过她 人生有啥 无非是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 医学这么发达 心理学也发展了诸多分支 不都把真相给揭示得差不多了吗 说实话 放在十年前我毫不犹豫的 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 我已经被震惊过了 推荐给你的就是你所不曾了解的 人生真相 这本书为什么难懂 虽然向很多朋友做了推荐 但这本书并不太好懂 原因只有几个 其一 由于国情原因 很多精彩内容被删掉了 不那么连贯了 这个阅读理解带来了不少困难 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读台版 不过是数牌繁体 看着挺费劲 倒是英文原版 读起来更顺畅 更容易理解一些 其二 书是翻译的 中英句式的差异 特别是长句翻译出来的 总是有些声色的地方 其三 需要相当的背景知识 才能更好地理解 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看多了就能体会到 这是对宇宙 对生命本质的一个探索过程 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信息量太大了 需要很久才能消化 本书的阅读指南 那么怎样快速了解 一些背景知识 才更容易消化理解呢 首先 先搞清楚轮回转世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转世转的是什么 人为什么要转世 轮回转世在国人眼中 是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字眼 并且被不信轮回的人 视为迷信 违心 国内很少有人会相信轮回 但在西方 它已成为一个学术分支 轮回学 西方不像咱们国人 被封锁在墙内 人家早已研究了半个多世纪 可参阅轮回转世 真的存在吗 这篇文章 其中关于轮回转世的 生物学证据之一 就是胎记 人在轮回当中 如果是前世被刀刺杀的 或者是被子弹打死的 那个伤口 受伤的那个部位 往往会在下一生身上 留下个胎记 一出生就有胎记 那么轮回转世 转的是什么 是灵魂吗 灵魂真的存在吗 灵魂是什么样子的 灵魂到底是什么 这篇文章 可以帮你了解到人的 真正生命是灵魂 是无生无死 永恒存在 所谓的死亡 只是灵魂借用的物质肉体的死亡 不是肉体主人的真正生命 灵魂的死亡 再衍生一下 你应该读一读 人类的真正起源 及地球文明史 能帮助你理解人 究竟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为什么在地球上 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其次就是要充分了解 凯西这个人 这是一个让你花再多时间去了解 都非常值得的一个人 凯西是何许人 爱德加凯西 1877年 至1945年 是一个站起来和别人一样 躺下去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正如人们常用来讲他的 醒来是个没文化的香巴佬 躺着却是个先知 要了解一个人 最好是先读他的传记 故事往往最吸引人 有了兴趣 自然会深入了解 推荐最经典的传记 《一条大河》 可惜没有中文版 另外就是看云斯腾编著的 美国奇人 爱德加凯西 国情原因 这类书在国内是无法出版的 看完传记 接下来就是要搞清楚 凯西解读是怎么回事 可以参阅凯西解读中那些 令人震惊的信息 是怎么得来的 凯西最大的遗产 就是他的解读 自1901年3月31日 为了解决自己生代 不能发生的问题 给出了第一个解读开始 到1944年9月17日的 最后一个解读为止 整理出的有记录的解读 共有14246个 对个人的解读 主要有两种 生理和生命的 生理解读是针对身体的健康状况 和治疗方法的 生命解读主要是 关于宇宙真相 人类起源的 此外还有关于商业的 解梦 关于精神和心灵 住家及婚姻 凯西解读就是一部 了解宇宙真相的宝藏 但在美国就有600多本 关于凯西和他的解读的 研究的书籍 吉纳斯米纳拉博士 致力于对超心理学的深入研究 他用20年的时间 对凯西解读的发现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最终得出的结论之一是 每个灵魂不止活一世 而是多事 并于1957年出版了第一本 关于轮回转世的书 对前世解读进行了详尽深入的 整理和分析 这本书就是本文所说的 Many measures 最后就是通过一个个案例 看看当事人所遇到的 各种人生问题 是如何解释的 凯西 转世 这些都是铺垫 人最应关心的还是自身 如何去解决身边 很现实的各种问题 比如了解真正的自己 选择合适的婚姻 选择合适的职业等等 这也是本书最精彩 最值得关注的部分 从更高更广的角度 灵魂转世的角度来看 人生的这些问题 就得到最彻底的解释 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 从这样的高度来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古往今来 人们对未来和命运 一直都很好奇 总希望能对自己的命 多一份了解 发展出来各种命理学 这种命理学 为什么长胜不衰 如果我们不能像凯西那样 读取阿卡西记录 那该如何更好地了解自我呢 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密码 这篇文章 尝试对自己做个剖析 对比了凯西星象 灵术 占星 MBTI 九星人格等结果 与实际状况非常吻合 人际关系中最亲密 而最困难的就是婚姻了 合适的婚姻让人美满幸福 不合适的婚姻 则让人苦不堪言 钱中书的围城 成为婚姻的经典寓意 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 可见合适的选择是多么重要 如何选择合适的婚姻伴侣 这篇文章 对婚姻这个话题进行了梳理 可以快速了解 你会明白 应当把家庭Family 当作你的事业 这是任何人在地球上 可以经营的最伟大的事业 没有任何重要关系是偶然的 所有婚姻不过是再续前缘 同样一个人的职业能力 也是有往事根源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 累世的能力与障碍 优点与缺点而来的 这就是职业才能的根源 如何选择合适的职业 这篇文章梳理了职业方面的话题 还有健康 亲子 性格转变等更多的话题 值得进一步延伸探讨 科学的局限 最后特别说明一点 我们传统的世界观 是依托于科学的发展的 科学本身有很大的局限 从而导致我们的世界观 也会有很大的局限 科学发展的历史 就是一个心知不断推翻旧知的过程 世界观也是如此 从地心说 到日心说 到现在的宇宙大爆炸说 希望你能以更开放的心态 去看待这个世界 举个例子作为结束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 四大文明古国 最岛的古巴比伦 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出现 凯西解读告诉我们 之前还有个科技超级发达的 亚特兰蒂斯文明 许多亚特兰蒂斯人选择在 二十世纪转世 促成了二十世纪科技的一个飞跃 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 就是米古拉特斯拉 被称为闪电的主人 米古拉特斯拉 无疑也是亚特兰蒂斯灵魂转世 他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取得了大约一千项发明 现今在我们能够认知和采用的 皆只是他四十岁以前的发明 而他在四十岁以后的发明 均一律被压抑和封锁 关于凯西的书籍还有非常多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来索取他的书名 好了 本节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如斯 灵修爱好者 一个觉醒中的灵魂 对心理学和灵性也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我的微信 一起交流 共同成长 感恩您的收听 点赞 转发 和关注 谢谢 认识灵魂 灵魂学入门必修课 十 浏览千年万年的我 凯西林的传奇故事 本文是心理学家余德会写的评论 摘子图书 前世今生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 描写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真实事件 一位普通病人凯西林因焦躁来到了魏斯医生处治疗 却在被催眠后惊陷86次生命轮回 这一事实不仅改变病人 也让心理催眠师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此后信奉科学的医生感冒职业风险 记录此书 透露生命的不朽与真意 如灵生命深渊 我们的潜意识里永远潜存着对死亡的畏惧 只要我们活着 潜意识就存在着死亡的异象 在这生死相对的人生里 是不是有更高的智慧来教导我们 魏斯在治疗女病人凯瑟琳之前 自认为是保守的科学主义者 她从来不相信超心理学的鬼话 只相信科学能验证的事物 她用科学的方法治疗凯瑟琳 历经18个月毫无效果 凯瑟琳是个典型的恐惧症患者 她害怕水 甚至连吞药丸都怕被水呛到 她怕坐飞机 怕按 也怕死亡 她的病情一再恶化 夜里经常一盒眼就作恶梦 魏斯对这种病症并不陌生 她驾轻就熟地让她回忆童年往事 开些抗焦虑剂让她容易入睡邪 开始治疗的时候 魏斯隐约觉得凯瑟琳的童年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几经挖掘凯瑟琳只记得 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 在凯瑟琳五岁的时候 她依稀记得自己曾经 被人推到游泳池里 再被救了出来 可是在这件意外事件发生之前 她早就对水 怀有很深的恐怖 11岁的时候 凯瑟琳的母亲因为严重的忧郁症入院 她的父亲是个酒鬼 哥哥常常在夜里到酒馆 把烂醉如泥的父亲拖回家 酒醉的父亲经常打母亲 弄得全家鸡犬不宁 我的生命被颠覆了 像这样的家庭 魏斯相信童年的凯瑟琳一定受到了一些深刻的心理创伤 就诊之前 凯瑟琳的状态很糟糕 连续两个晚上都噩梦连连 开车过桥 桥居然垮了 她连车带人摔到河里 逐渐没定 另一个梦 在一间黑漆漆的房间里 她想逃出 却在黑暗里被东西绊得东倒西歪 逃不出来 魏斯在她的日记上写道 第一次治疗凯瑟琳时 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命将由此被颠覆了 这个担惊受怕的女子坐在我的前面 居然是个催化剂 把我的生命完全改观了 魏斯医生到底改变了什么 为什么这么一个科学家居然开始相信前世轮回 为什么这位科学家愿意冒着风险及嘲笑 把她的真实故事肇事天下 原来她从凯瑟琳的治疗里 突然摆脱了科学的约束 陷入人类巨大的奥秘力 魏斯曾几次劝凯瑟琳做催眠治疗 可是凯瑟琳硬是不肯 她害怕那种似梦幻般的黑暗 有一次凯瑟琳随她男友到芝加哥 进入当地的古博物馆参观 正展出的古埃经文名展 忽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导游解说的时候 她会不由自主地纠正她 凯瑟琳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回到迈阿密之后 魏斯再度说服她接受催眠 她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了 于是魏斯要她回忆早期的事 在催眠中说话 照魏斯的临床经验 凯瑟琳的症状应该会好转 但不幸的是 凯瑟琳的病情毫无转机 于是魏斯再度催眠治疗 把她引到两岁 但无事发生 魏斯又引她往一岁走 突然魏斯听到凯瑟琳 说出一些她从未想过的事 我看到通往一个建筑物的台阶 那是一个好大好白的建筑物 白色的拱门 没有门廊 我穿了一件长袍 很粗的料子 我的头发系起来 长长的金发 前世 莉莉在目 魏斯不禁惊呆了 她催眠过上百的病人 却从未碰到过这种事 她的脑中猛然闪过一个念头 莫非是轮回 莫非她在说自己的前世 她又细细地问了一些生活细节 显然凯瑟琳并不是在瞎扯 一切清晰无疑 魏斯寻思道 凯瑟琳患精神分裂吗 这些话是来自她的幻觉吗 是分裂性格还是病态性格 魏斯又从她的临床资料里 一一否定了这些症状 魏斯的心情恍如隔世 她觉得自己好像碰到了一些心灵之密 前世记忆 这个陌生的知识 对她这个科学家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却又在眼前活生生地发生了 搞得她又不能否认 魏斯又问凯瑟琳记得什么 凯瑟琳又说了她的两个前世 一次是在公元1756年 她是个西班牙人 名叫路易莎 56岁 当时由于瘟疫许多人都生病了 路易莎也正病着 另一次她是个妓女 经过这次催眠后 凯瑟琳的病情才开始好转 年轻的活力及妩媚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虽然她不相信轮回之说 可是她确实感受到前世鲜活的记忆 以及强有力的冲击 魏斯医生却没有这么好过 她翻查有关前世的书籍 却又对轮回疑惑重重 她是典型的游医美国人 在学术上力争上游 在大学念化学 在医学院搞生理精神医学 全然不幸转世之术 可是凯瑟琳每次的催眠治疗 都会说一些与她前世不同的经验 也描述自己如何死亡 根据研究冰死经验的雷蒙穆迪博士的说法 人们死亡之前会漂浮着离开肉体 而凯瑟琳也是这么说的 魏斯翻阅布朗大学杜卡斯教授的文章 也读遍了其他研究第六感学者的书 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变化 她开始怀疑科学给她的限制 问题不在于科学的对错 而是她发现人对自己生命的态度 并不是科学关心的主题 但人是通过经验关注生命的 美国神经与精神医学之父梅尔教导 他的学生时总喜欢说一句话 不要在不养的地方挠 意思是不要去碰没有发作的部分 而魏斯正挠到了养处 这个养处并不是凯瑟琳口中说的前世 而是前世的概念 她突然把死亡的意义 做了一个很大的转换 我们并不只是活在肉身的数十个函数 而是活在一个千万年的时间事况里 看遍一生并不只是回顾眼前这个肉身的一生 而是把千年万年的一生 一世翻转着看 像浏览着千年的日记 所谓的我突然化身为千千万万个人 时而为高官 时而为奴仆 时而得意一生 接着可能穷困一辈子 在一个一生里 我们只看到一个我 在缺乏前世观的事况下 我们总是固执地把这个我紧紧地怀抱着 过度认真地对待它 可是一旦把这个我放在千古里看 它只是我们亘古生命脉中的一个人像 于是把自己放在不止一生的观照里 我突然被提升到一个较高智慧的位置来观想 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解放感 魏斯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 他说日复一日地听着凯瑟琳的录音带 我的疑虑渐渐消融 我的生活变得很单纯 很容易满足 我不在于人玩人情的把戏 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做虚焦的身段 变得更坦诚 更直接 魏斯觉得如果世俗的繁华 不能帮我们找到安心立命的智慧 那么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意识 来保持仁爱与简朴 在那种意识里 我们有着对人类望尽千帆的终极关怀 一旦我们跳过那道玉线 眼前顿然开朗 一切身心终将安顿 后继 布莱恩·魏斯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 曾而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 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主任 著有畅销书 前世今生 生命轮回等 接下来人的解读要做的就是魏斯系列精读课